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艾成人未入梦 王瞳每秒都想她接神秘巧合 还是很痛但不苦了 马来西亚籍歌手艾成 8月坠楼离世 她和妻子王瞳原定9月 在马来西亚举办婚宴并蜜月 最终王瞳在处理完后 事后请了两周婚假 带着艾成的骨灰 踏上前往马来西亚的旅程 三日是艾成离世第47天 王瞳公开路面出席新戏首映 谈到艾成她说 我还是很痛但不苦了 又单引号 王瞳透露 自己到马来西亚除了走完艾成 已经安排好的蜜月旅行外 也带艾成骨灰制作的项链给艾成父母 自己则留下骨灰戒指 另外她也带了一大箱行李 大多是艾成生前衣服 留给艾成弟弟或艾成姐姐小孩使用 希望把艾成的爱延续下去 她直言自己目前正在替艾成完成生前心愿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祷告参加聚会 有很多安心的感受 每个人每天都在失去 失去时间 青春 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 失去同时也在拥有 我现在拥有了很多的勇气 和很多人的爱 没有感受过的感受 很珍惜现在每一分每一秒 我还可以呼吸的时刻 因为明天不是我们掌控的 有时候以为来日方掌 但人生无常 王瞳也说目前可以看艾成的照片 但还是不敢看艾成的影片 每次在教会听到艾成唱的诗歌都会大哭 也是一种轻创的过程 每次的大哭也都是重新面对的过程 她坦言想念艾成的心没有停过 还是会想她 我还是很痛 但不苦了 我继续努力完成她想完成的事情 将来我们很快就再见面 她已经去最好的地方 那地方也是我以后要去的 她先去帮我打点一下 又单引号 而被问及是否梦过艾成了 王瞳说虽然还没 但两个人共同连结的数字 7却一直出现在生活中 这段期间看到BB字母车牌 就如同艾成冥冥之中 仍在呼唤她宝贝一样 感谢您收看Mou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推荐